中文字幕 李宗盛 等了一個禮拜已經乾淨了 可以油的吧 林Sir 是差不多油的 不過還差一部 就是未將床身散好 因為之前批灰 它有一些批灰池的油漆刀痕 我們要先用砂紙把它散一散才油漆 對 Yu Sir 我們現在要散場 之前聽林Sir說 這些砂紙磚會比較好 對 我們用了這一隻 就會控制得比較容易 不會太大力 就會散傷牆身的灰 你手上是甚麼 我這個叫做西夾 有一個可以自己金換的砂紙 不如我們試一下 好 這樣 用一些輕柔的力度 對 用一些陰力 碰住就可以了 如果你太大力 它就會出現一個狠狠度 對 我們這樣散就會比較光雲 對 我們這樣散就會比較光雲 Yu Sir 散完牆了 但好像表面還有一點灰 對 散完牆一定要有灰 我們就會用一個雞毛掃 就去 對 就是這些 就會掃掉 在表面上的灰 就這樣散一下 是否我們這樣拿一瓶油出來 就這樣溶得了 Yu Sir 沒有 因為我們還要攪拌一下 如果不然裡面的油 就沒有那麼均勻 我們可能會硬硬的 放在這裡 放一旁 讓它的油沉下去 如果趕著用呢 如果趕著用呢 我們就是要 熬一下 熬完之後 你也要 裡面這裡 你也要攪拌一下 可以攪拌均勻嗎 對 因為你看到 它裡面有深有淺色 乳膠塞 我們會混淆清水 就可以了 有些清水 是的 比例上應該怎樣混淆呢 放多少呢 大概這裡 我想是放 五份一左右 五份有的 一份水 這樣攪拌一下 怎樣才可以呢 我們其實 拉一拉油上來 可以 看流下來 是否有一條線 如果太過激 它會張住 張住 變成一屁屁 這樣 如果是太過激 它會好像倒水 這樣就不會那麼好 我們就會 調到 就好像拉出來 一條線這樣 哦 這樣就可以了 太過激 的爪痕一定會很明顯 但太過激 你可能上不到油 柳Sir 我們終於正式開始了 是的 我們新買回來的油掃 然後呢 就未開掃的 我們可以用點水 蘸一蘸 有什麼做的呢 因為太過濃 油掃 你上油的時候 它就沒有那麼吸油 蘸在 這位置 按多 按多 按少許可以嗎 對呀少許可以 不需要整支 你油不到 因為太過濃 油會流出來 等它 或者你可以先掛一掛 在裡面那裡 就試一試油 這樣可以 下的時候 第一下 然後呢 就向下拿 接著一下 上來 對呀 重複數幾次 可以 對呀 可以試一下 就是我點一點 點一點 對呀 等它 等它 對呀 然後掛一掛 放下去 對呀 然後放下去 對呀 然後上去 對呀 看到有些東西在上面 對呀 然後有些位置要拉回來 拉回來 對呀 哦 那就是平均一點 對呀 這次要拉回來 好多了 但煩了一點 油油這個位置 我們油水之間 一定要踏住這個位置 要踏住 對呀 你不踏住它 它會有空位在這裡 留意一下 不要壓那麼大 你這個位置 你壓太大力 就會有些東西在下面流 我們碰住這個位置 哦 碰住 對呀 油一點點的力度 對呀 有眼淚 對呀 要立刻補了 有眼淚的那些 哦 不要等它瓶 不要等它瓶 因為瓶了 你要用砂紙再散散它才行 經常聽人說 油煙珠膠漆要游三浸 那是不是一定要三浸才可以 看看你的要求 覺得那個紋路也挺好看的 那就OK 但有些人要求 是完全是建設了屋 那就可能真的游三四浸了 那就要看顏色 如果太過深色的油 我們可能游四五浸 都可能未必能上色 林Sir 林Sir 今天我跟邱Sir學了很多東西 這幅是我游的 覺得怎樣 當然有大師傅帶著 當然是不差 不過你知不知道工程 是有不同的驗修標準的 包括游七 所以關於驗修標準 就等下一集我再跟你講解 我們下一集要繼續留意 各位觀眾 如果有甚麼提問 也可以歡迎告訴我們 我們在之後的裝修改日環節和大家講一下 亦都可以在網上重溫 看更詳重的內容 好了 今集說到這麼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洗油掃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步驟 油掃洗得好 下次油油 油漆痕才不會那麼明顯 如果我們家裡有暖水洗 可以用暖水洗 因為乳膠的膠性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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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暖水方便溶化 乳膠 洗油掃也要長時間去洗 因為很多油漆藏在纖維內 所以像現在這樣 要洗得很仔細 另外我們也要注意 油掃兩邊的角位 因為這兩邊的油漆 如果是藏在這裏沒有洗乾淨 下次油的話 尖位如果是瓶住很多油漆 再油長身的時候 我們想拉直線都會變得不容易 因為尖角位已經是張實了 而最重要的其實的確就是 現在所示範 由上而下衝入去纖維毛裡面 將裡面的油漆衝出來 如果油漆洗完之後 如果翌日要用的話 我們也建議將油漆浸在桶裡面 但不要浸太多 大概浸纖維毛的一半高度 因為如果再浸高一點 甚至去到金屬片 就會令到金屬片生瘦 如果翌日不用的話 我們也可以將油漆動高距離放 讓它封乾 這裏有靠水